明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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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发达港 最后的时间 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分析员 譚志乐 阿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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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想和您看看业绩 嘉电股方面 可以公布了全年业绩 自指去年12月底的全年就賺多了20.4% 去到16.9500萬 每股盈利有70.73分 期內的收入增加超過1.1 去到556.2億 派末期息8港先 今次來說比去年多賺2成 亦恢復派息 令到股價來說 今日有憧憬的作用 看回海二份全年業績 的確是表現得非常不錯 在收入上仍然穩定 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 可以旗下三個主要業務 無論洗衣機、熱水器 以及一個綜合分銷的渠道 即是旗下日日順的物流分銷 家電業務 都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 而且無理率 整體而言 由15%提升到16% 最主要都是說熱水器 和日日順的綜合分銷渠道 所帶動所致 第一,始終整個家電行業 可以除了做旗下 賣熱水器和洗衣機 這兩個主要產品之外 可能綜合分銷服務 即是日日順的分銷渠道 都是其中一個重大的業務 始終整個家電分銷行業 受到網上等等的競爭 其實今年2012年 整體行業 有一些實質 好像可以旗下 日日順有一些店舖的業務 表現相對來說 不是做得比較差 但見到可以旗下方面 始終物流運送等等 配套設施相對比較好 而且主力發展在四五線城市 即是一些比較落後的城市 網上應用程度 仍然未普及 所以業績上 仍然是做得比較好 這方面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驚喜 而且見到洗衣機 和熱水器等等的市場佔有 都仍然有所提升 都見到可以品牌在內地 或者局際市場上 仍然是一個比較具知名度 有較競爭力 所以這方面 我相信 看業績來說 其實是真的講向好 這方面 支持股價上升 可以的洗衣機 已經連續四年 維持單品牌世界的銷量第一位 並且全球市場分額得到強化 達到11.8% 較去年提升了0.9% 可以的熱水器 在國內市場佔有率 達到19.9% 仍然保持國內市場分額的第一地位 剛才也提到日日信的覆蓋率 看到海爾的業績做得這麼好 亦在全年業績上提到 未來會有三個趨勢 分別是家電產品競爭由價格戰 轉向用戶價值創造 三四級市場家電分銷層代理模式面臨變遷 互聯網對現有實體渠道帶來衝擊 虛實融合不可避免 提到這三個趨勢 有沒有看到海爾已經逐步做 沒錯我相信那份業績除了本身 看到基本業務做得好之外 未來的發展方向的確是去向的 始終見到價格戰 的確在之前提及到2012年是比較嚴重的 但未來來說去趨造品牌價值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看回整個家電行業 未來的家電客向 以舊換身等等補貼政策 都有機會到期 到期之後 我相信新的政策 大家之前都一直都提及到 未來的發展方向 是智能家電補貼 所以看回旗下 如果本身的家電產品 好像洗衣機、熱水器等等 如果不能夠符合智能保電的標籤 相信未來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利因素在 但是就講分 海爾旗下的 無論是熱水器、洗衣機等等 都有六至七成等等的產品 都是符合智能家電等等的要求 這方面是有一個優勢在 另外就講 雖然網上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但是始終見到激烈之餘 消費者隨著內地的經濟回穩等等 一些實質鋪面等等的情況 都有一個改善跡象 根據最新的數據 好像看到一些分銷商 無論是蘇寧、郭美 甚至可以的日順等等 在今年的一、二月份 銅店銷售等等 都有一個不錯的復甦在 所以未來來說 的確他們提及到是對的 虛實融合 即是說除了要做網上之外 實際網絡上面 都是一個優勢 因為始終有實際的店鋪 是有助礦佔市場佔有率 亦都可以跟網上業務配合 增強物流等等配措設 在市場競爭上面 是有一個優勢 所以見到可以 其實目次來說 整個品牌發展是非常強勁 我相信未來來說 仍然會受為國債的支持 業績上面 能夠持續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 好 其實見到中國製造業 現在的優勢上面 一直都受到工資成本上漲 以及新技術暢新的雙重影響 其實會否見到可以方面 有沒有這個潛在危機 還是見到品牌上面 國內的受歡迎程度都比較強 所以暫時都未見到 始終品牌的強勁 可以令到它對沖相關利膽因素 始終內地的工業製造業等等 一個重大利益風險因素 始終人工成本不斷上升 生產分銷成本仍然上升的情況下 這方面是會蠶食公司的盈利 但是看回可以 今年來說 看回2012年的業績 2012年的市況不是太好 但綜合模擬率仍然有所提升 這方面最主要都是受惠 熱水器和綜合服務的渠道 即日日順的渠道方面 表現所帶動 始終見到 在熱水器上面 特別在2012年 節能補填的力度是加大了 熱水器 亦都是一些消耗能源比較大的家電產品 所以見到凱爾旗下方面的節能產品等等 都有競爭優勢 始終可以旗下電器的熱水器等等 大多數都符合國家的補貼政策配合 所以在未來來說 我相信在凱爾來說 平均售價仍然可以隨著經濟回溫所提升 這方面可以對沖相關的風險因素 始終人工成本上升是侵蝕整個行業 凱爾始終是行業的龍頭 我相信反而會有利他們長遠的發展 好,謝謝 剛才也提到可以電器 那份業績好 令到股價來說 今天股價都升得相當不錯 看看最新表現 可以方面 現在暫時升近超過半成 升六號二報十一個九號二 另外看著環期 如幾隻家田股 今天都做得相當不錯 創為數碼升近一號四 TCL多媒體升七仙 光美電器升一仙 海信科龍暫時沒有升跌 見到今天股價升上去 剛才也提到今天做得不錯 今天最高見過十一個九號四 暫時來說 沒有貨投資者又能買得過 還是見到今天衝高了 要休息一休息 等一等才買好 我看回海爾份業績 的確是向好的 但留意業績向好之外 除了業績之外 亦都有相關的風險因素 之前提及到 未來發展前景量 仍然會繼續受惠 國家補貼的政策等等 但之前可以傳出旗下 說熱水器 都不符合國家的產品安全 令到股價之前近期來說 明顯炮輸大事 如果真的 未來來說 產品受補貼的程度減少 對於他們未來的銷售 都有一個比較重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基本因素其實向好 但目前來說 風險因素仍然相對大 但見到近期股價累積跌幅 真的不少 我相信都反映了之前 那些負面消息的七七八八 見到股價之前 由14元這些水平 回落到11元這些位置 我相信你見到這個水平 11.1元這些水平 有一個不錯的支持 只要不跌穿這個水平 我覺得現階段 買入的直播空間 仍然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 未買的投資者 可以效好 股價去到11.8元這些水平買入 把指設計設定低一點 說的是10.95元這些位置 後市來說 我覺得是有條件 再上網13.95元這些位置 好,謝謝Arnold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仍然是發達趕場的時間 會繼續跟Arnold看看 看看市面上的一些移動股 行指方面 現在升86點 到22,169點 其指方面 升64點 低上59點 國企指數 暫時升49點 報10844點 內地股市方面 三大指數都向上升 升幅 介乎是0.15%至0.17% 相徵綜合指數 升3點 報2243點 下一節回來見